华尔街电视新闻为您播报 对于那些生产日用品的美国公司而言 贸易紧张气氛升温导致其股价走势进一步受压 据华尔街日报报道 标普500指数中的消费必需品公司 已经因定价压力和增长疲软而举步维艰 在加拿大、墨西哥和欧盟针对美国实施的 纲理关税进行报复之后 这些公司的前景进一步受到影响 追踪食品和饮料股 以及其他消费品公司的大情交易所交易基金之一 Consumer Staples Select SPDR Fund 今年已累计下跌10% 相比之下 标普500指数今年累计上涨4.3% 标普500指数中的消费必需品类股 料将自2016年以来首次出现连续两个季度的下跌 定价能力下降 大宗商品价格不断上涨 零售商进一步要求食品和饮料生产商 将更多的资本再投入到业务改进中 这些因素已经打压了整个消费必需品行业的公司股价 瑞士信贷在一份报告中表示 这些因素可能导致未来两年的利润率下滑 Molson Kors Brewing和百事公司等饮料生产商向分析师透露 以切身感受到通胀压力 如铝成本上涨及运费和燃油费上升 今年截至目前 这两家公司的股价已分别下挫19%和13% 而泰森食品有限公司和荷梅尔食品公司等 像墨西哥出口猪肉等商品的食品制造商 正在为销售可能出现的下滑做准备 泰森食品股价上个月下跌近4% 今年已累计下跌12% 除禽类产品之外 该公司还出售各种肉类熟食 泰森食品首席执行长Thomas Hayes 上个月对分析师表示 贸易往来对于该公司非常重要 该公司将继续敦促政治领导人 为确保市场稳定性的努力提供支持 在墨西哥以及其他国家政府 宣布采取报复性措施的5月31日当天 荷梅尔食品股价下挫超过3% 当前股价已跌至2017年末 收盘水平下方 随着贸易紧张局势的加剧 以江国果冻和果汁产品 著称的思维可公司 股价近年迄今已下跌16% 自1月份以来 消费必需品类股的估值已有所下降 但一些投资者认为 鉴于增长乏力 该类股估值仍然过高 无法吸引投资者兴趣 根据Factset的数据 消费必需品类股 基于未来一年预期利润的市盈率为17倍 低于1月底的21倍 但与整体标普500指数成分股的市盈率 大致相当 以上是蒋阳为您播报的 华尔街电视新闻 感谢您的收看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